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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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好 在這個part當中 我們將介紹第一種 微分近似法 我們首先來介紹 一些微分 那我們從這數學式子知道 好 它基本上如果 如果當t雷nt的時候 然後這個微分的方程式 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把這個t換成nt 然後同時因為它是微分嘛 所以就是yant-t除上t 也就是說在這兩個 有差t這個時間點的信號 相減除上 它們間隔時間 就代表它的微分的概念 好 所以 我們這邊 來 簡單定義一下 如果我們把 yn 定義成 ya of nt 因為這是類比的意思嘛 那我們現在已經變成數位了 好 就是 yn 把它定義成 yn 這就是什麼 yn-1 就除上t 好 那一階微分的概念就是說 假設在 s domain 它是把 這個一階微分 取laplus 這等於s這個符號 好 那我們在其他的課程 其他的課程 我們應該有學過這樣的 拉夫拉斯的轉換 然後 如果我們在 z轉換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把剛才一階微分的式子 從上一個我們知道 一階微分就是把 yn-1 除上 它的間隔時間 把這樣的東西 去 z轉換 也就是 在數位裡面的 一階微分的概念 那我們從 z轉換可以得到 它基本上就得到 這個式子 1-z的-1次方 出上t 好 因為這兩個都代表 一階微分的概念 所以在平譜裡面 是相等的 也就是說 在s domain 它的s 跟z同面 1-z的-1 除上t 這兩個應該是相等 如果我們要設計一個 濾波器 我們已知 類比 IR濾波器 它的s 系統的s 動面的 function 是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找到 它們對應關係 它的對應關係 就是像這樣的關係 我們把s 換成這個符號 是不是就可以 把我們的 h of s 換成h of z 好 所以 s等於 1-z的符號 除以t 就是說我們可以直接 將s domain 的函式 換成 Z轉換的函式 好 那我們來考量 二階微分 二階微分一樣 就是把一階微分 再為一次 t等於nt 這個時間點 好 所以在數位裡面 再為一次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把 ynt 剪掉 ynt -t 除上t之後 再剪掉什麼 這個東西 -2t 除上t 這相減 再除上t 就是二階微分的意思 對不對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兩個時間間隔 這是另外兩個時間間隔 分別除上t 他們的 x 再除上t 就是二階微分 好 那把這式子簡化一下 用Z 先簡化一下 變成這個式子 根據剛才的定義 有沒有 我這個 畫成這個 nt 畫成m 好 簡化成這個式子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在x等面的時候 二階微分是x平方 好 然後在Z等面的時候呢 我們剛才的式子 如果取Z轉換的時候 是不是就可以變成這個式子 那這個式子 基本上就是這個東西的平方 那也就是說 我們剛才在一階微分的時候 S就等於 1-Z的-1除上t 但是現在是二次微分 S平方就等於 這個的平方 所以 也就是說 我們 S平方等於它的平方 所以跟一階微分 一樣 結果我們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S的K四方 基本上就是等於這個的 K四方 好 所以 這樣之後我們知道 S跟Z的關係 我們反過來說 可以把Z 倒回來寫 S等於這個東西 那反過來 Z就等於這個東西 然後 Z就等於 E除上 E-st 好 那我們來考量 我們剛才提到了 S平面跟Z平面的對應關係 如果 在S平面它是個虛軸 就是Jω 那 Z就是剛才照剛才的式子 有沒有 E除上 E-st 好 所以 把S用Jω 帶進去 也就是說 我們在 X斗面它的虛軸 在Z斗面會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轉換式子 會得到什麼東西 把這個整理一下 得到十部 跟虛部部分 這是十部 這是虛部 分別是十部跟虛部 好 那我們來看 它的Z等於這東西 那我們來看 在Z平面上 為什麼我們知道 跟二分之一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Z的值 跟二分之一的距離為何 所以我們分為 把這個值 減掉二分之一 把十部減掉二分之一 那虛部當然不減 我們要計算 剛才Z 跟二分之一的距離關係 所以減掉二分之一之後 平方 應該是怎麼樣 會是什麼關係呢 我們就把這個式子 平方之後 整理一下 得到的式子 把這個式子整理開來 我想這同學可以自己回去計算一下 之後寫在這邊 然後最後整理完之後 發現到最後這個式子 最後這個式子 然後其中這邊式子 這兩項基本上是一樣的 各位可以去 通分平方嘛 所以這相減 就被減掉 因為這是減的 所以這兩個是一樣的 所以這整個東西 得到四分之一 也就是說 剛才那個Z 的值 減掉二分之一之後 的平方 也就是說 我們要計算Z 跟二分之一之間的距離關係 得到是怎麼樣 是四分之一 距離平方是四分之一 也就是說 基本上怎麼樣 我們剛才說的Z值 跟二分之一的 距離平方是四分之一 就是二分之一 所以再把這個虛軸 對應到Z平面 都是怎麼樣 就是這一圈 因為它跟二分之一的距離 都是怎麼樣 都是二分之一 從上兩頁的式子 我們可以發現到 虛軸跟二分之一的距離 都是二分之一 也就是說 X平面的左邊這個區域 對應到怎麼樣 Z平面的這個區域 好 所以這邊是屬於低頻的部分 對不對 但是在X動面的時候怎麼樣 有可能不是低頻 因為都是整整片 所以基本上 你在Z平面這邊 只對應到低頻的部分 好 所以微分近視法的缺點是說 從X左半平面 對應到一個小區域的Z範圍 從上一頁可以看到 所以只能對應到數位的什麼 低通濾波器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只對應到低頻的部分 所以低通濾波器 無法將高通的類比濾波器 轉換到高通的數位濾波器 所以微分近視法的缺點是說 它整個X平面的左半平面 只對應到低頻的Z平面那邊 導致我們沒辦法設計 數位的高通濾波器 這是它的缺點 好這邊有個例子 假設我們來實現這一個 這個濾波器 它是類比的IR濾波器 它的數學方程式是這樣的式子 好那我們來看 根據上面的關係我們知道 把S S用剛才的式子換掉 是不是可以得到 把S用剛才的關係換掉 是不是H of Z 可以得到這個式子嗎 因為我們只是把S用 這個Z來換掉 對不對 然後很快可以知道說 把這個 畫減一下 就可以得到這個東西 所以基本上這個方法其實很簡單 只要知道S跟Z的關係 就可以得到濾轉換的結果 在這個部分當中 我們介紹了第一種 文分近視法 它主要的缺點是說 它只能實做低頻的IR濾波器 低通的 所以高通的濾波器 就沒辦法實做 所以這樣的方法是不實用的